如果沒有氣賜租金的話 其實租戶之後租住單位 仍然都可以讓業主任意去定價和加租 劏房會未能得到保障 我們建議政府現階段 真的可以積極考慮去凍結立法當日 最近期的交租期的租金 作為氣賜租金的上限 這個租金的金額是業主和租戶 在雙方相對比較接受的水平之下 同時都建議這個凍結租金的方法 涵蓋沒有租約和條例生效之前的舊租約 我們調查出來其實人均的面積已經很小 住劏房的人均的面積只有54.3呎 住板硬房更小一點只有47.7呎 就是在我們的調查裏面 這些赤租又超貴 就是越小就越貴 尤其是在香港和新界 還有就是很不理想 不足四成的樓是有電梯 有些甚至照明系統都是不足夠 就是不夠一半 無論拖房還是板格房 它那個租金的水平其實已經是過高 這個就是現實來的 所以如果有什麼建議就是 在這個條例實施之先 或者甚至可能一個長一點的時間 這個租金沒有可能再要提升 它減租就合理一些 然後又或者是有這種程式 它減租就合理一般 在這個病狀態下 在這個程度上 沒有任何回事 它減租的 有這種夠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